中天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夏芸婷 網紅夏芸婷是保養品牌創辦人 品牌四月遭質疑老鼠會非法詐騙 今日網上更瘋穿她的換臉不亞片 還挖出她過去曾當過成人直播主 談到這一切瘋瘋瘋於 她接受中天新聞網專訪時 也忍不住落淚 其實網友的言論都讓我覺得很可怕 我很喜歡吃東西 就是剛上菜的那種熱的東西 但我現在都沒有辦法 出門吃飯 出門就會一直被 拿照片說是她嗎 那是她欸 我也不知道那算什麼就是有點恐慌 我端營的初衷其實是 想要 讓大家可能在下班之後 可以會心一笑 帶大家去看一下比如說 我的 日常 但變得好像這個日常 變得讓大家累積非常非常多的仇恨值 這讓我很無力 別說我 他們當他們有一個好的成績的時候 偷出來都是在炫耀嘛 好的看法我們就吸收 然後持續的改進進步 但我覺得現在的言論是比較 刺激性然後很 已經很瘋狂的地步 很多人在抨擊我嘛 有一些訊息是在說 誰叫你要拍那些短影片 誰叫你要做紙媒體 哈哈活該 你早就該死了 就是很恐怖 我講的已經是很 還好的了 也有很多性騷擾 我這十年都很常收到一些 器官照 男性器官照很多 然後有一些借錢啊 恐嚇 就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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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急需60萬你可以借我嗎 我助理看到可能就不回覆嘛 他就說你們死定了 怎麼這樣 我覺得好可怕 然後我覺得有點不健康 是好像這已經變成是 做自媒體的人就一定得承受這些 就是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女生很辛苦 然後做自媒體也很辛苦 那我想說我不要做自媒體 對我覺得好像 我覺得好像我的存在是一件 就對大家不好的事情 這個人是好像 本來就不應該存在 但我一直以來我都覺得 可能我是 嗯 就很多女生可能是看了我文章 都會跟我說 欸他 他變好了他怎麼樣 但是 最近的會讓我覺得好像 好像是 這些事情是不對的 你就算做得再好 你還是會有很多人討厭你 這我可以理解 嗯 然後我也 很積極的在消化 對 因為我就是被說什麼做 什麼八大從我創業的時候 就一直不斷有 一直不斷有 對我就問到底誰 點過我 或是 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 我覺得真的太離譜了 而且不只是我 是女性不斷的被誤化 所有 我身邊成功 做得成績很好 女生都收過一模一樣的訊息 現在女生越來越厲害是事實 嗯 各行各業都是 台灣對於 女性成功這件事情好像 有非常非常大的仇恨值 我覺得讓我最沮喪的是 這個 你有什麼話想對粉絲說 我希望你們不要因為我 受 傷 如果說就是 以後我沒有辦法像這樣陪你們 你們也要好好的 幹嘛這話什麼意思 不是不是我是說自媒體上 自媒體上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做自媒體時間實在太多太多太多了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在 讓 就是 公司 之類的 所以你有預計真的要解除他 可能 我應該會先休息 然後再思考要不要繼續 看 要不要再思考 我覺得我想要帶的好的東西沒有 呈現出來 讓我覺得這個人設是不是其實沒有做好 小的時候 原本都是自己去批貨來賣 也有做過一些電商平台 然後也有賣過透鋪絲襪 然後也有賣過行李箱等等 就是去一些可能夜市或是那種批發市場去批貨來賣 我比較希望透過了解產品 自己有使用過才去推薦給消費者 所以後來我接觸到了微商 真正踏入微商的話 應該也是大二大三 我就對念書沒有太大的 興趣 就覺得這不是我的賽道 反正就是我大學期間我有轉業檢步 然後最後還沒有畢業 我記得我差兩個學分 前面當然都業績蠻差 我記得第一個月只有好像三合還六合 然後一路到大概半年之間就業績不斷的成長 那你多快存到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是一百萬嗎 對對一百萬的話 半年吧 但是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就記得我已經有一千多 應該是一千多萬了 因為我前期也有在做展場 他們這個薪水比一般的好 一個小時可能三百塊五百塊 當時也累積了蠻多廠商的人脈 然後後來你也想進你的營圈是不是 我其實只是很喜歡唱歌 但是我不喜歡 我沒有很特愛一直瘋狂面對鏡頭 就像今天我其實非常非常緊張 選秀節目那時候結束之後 他們就推薦沒有繼續的那些女生 要不要簽一期直播 然後就會有一個可能底薪 然後一個月播幾個小時 我應該是第一批直播 台灣第一批很早期的直播主 那播幾個月之後 就是有粉絲就會講一些比較噁心的話 看你交字頭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會比較 比較做自己的回覆 就是用女生的角度去回覆 跟不開心跟不爽 但會收到一些不要這樣做 我就覺得我那時候跟自己過不去 所以就全心去投入微商 然後就開始 找非常多間生技廠打樣我的理想的產品 然後最後在2018年真實上市這樣子 所以你當時投入多少 就是一開始的成本 我忘記我想一下 大概三到五百萬 所以你等於砸了一半的身家 進去做第一批活 在這之中 路上也跌跌多少吃過很多虧 我還是別人代理的時候呢 我就有被騙過款 因為那時候的微商不像現在這麼完善 沒有什麼合約 制度也沒有那麼透明 就是你的上級 你的上家 基本上跟你說什麼 就是 你就會認為是這樣子 他每一次跟我講的 價格跟搭證都不太一樣 他可能第一次跟我說 五百盒會送你五盒 第二次說五百盒送你十五盒 但下一次我就說 那上次不是十五盒 他說沒有這次就沒送了 然後才發現 原來他給我的價格表一直是假的 他自己篡改 他自己做的 然後他還自己做了一個 老闆娘的頭貼 跟他的頭貼做對話 然後就被他騙前 騙多少 前後應該有一百多 但是我被他騙完不止一次 要兩次吧 我明明就十月還九月就已經叫貨了 我十二月的貨 我到十二月聖誕節了 因為我就是想要大活動 我要好好做活動 所以我用我全部的錢去 再全部交貨 結果到十月都沒有貨 然後我一直追問 才發現他後來好像把錢拿去補自己的洞 然後他也沒有還我實質的金額 他一開始好像是用貨來抵給我 但是這一切都已經非常非常久遠了 還是有其他的地方你有曾經吃過蚊 有我有因為我從小就很想賺錢 所以我有參加過 真正的老鼠會 尾王就買了一顆球 然後一顆球好像九萬塊 那顆球是隱形的 他只是會給你一個名額 位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只要再找兩個人 也跟你一樣買一顆球 就一對碰你就有這個錢 我後來再去找他們說他們已經不見了 那你等於是被詐欺吧 那是被 對算被詐騙 所以那個才是真正的老鼠會 但微商是你賣產品才有錢 他比較像是 就是大批發小團購的概念 那你說你大概是加入了 像半年左右存到大概一百萬吧 然後大學畢業時候到千萬 多久多久你才滾到商業呢 嗯 五二六 我想跟你們說一開始一定會有很多的不順利 又或者是身邊的人開始看你不順眼 都是很正常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這麼有勇氣 踏出舒適圈 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但是你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只要你做這件事情是有動力是開心的 或是這件事情就算是可能小吃店 你只要你任何一個客人 有一個笑容 那你做這件事就是對的就是值得的 就是值得的 by bwd6